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有胜 你在收听的是由BFN财经为你制作的自由时事 今天我们来聊聊拜登秘访乌克兰 俄欧的战争几乎快一周年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第三世界大战即将引爆 虽然各国之间的战争还是没有爆发了 但是地缘政治的格局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而乌克兰危机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比较难解的人道救援的问题 但在这个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才刚刚完成密访乌克兰 顺利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那么拜登在风险的访问之下献身疾腐 其实也是对乌克兰做出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的宣誓 像是有除了提供500亿美元的军援之外 他们也是额外追加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的支持 那么其实这一次拜登访问乌克兰 我是有看到其实俄罗斯的舆论其实都有不断的发酵的 尤其是我们没有看到说普京这一次的秘密访问 有太多大动作的一个的宣誓 再加上他们的最近经济发展也不怎么好 好像也是对俄罗斯的一个大外宣 还有他们的宣传上好像造成了一击的重创 其实你说这个拜登他访问乌克兰 是不是也是在对美国做一些大内宣呢 或者是挽救其实民主党 现在就是在美国国内 也不能说全国的支持率都下降 但是在不同的州属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因为执政党 本来就是比较吃亏一些 所以是不是他也是想要为拜登他自己 就是可能想要连任来提前铺路呢 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可以来讨论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拜登他是密访乌克兰呢 秘密的访问 主要是因为拜登在出访之前 几乎都是全程保密的 那只带着两家的媒体的记者来随行 那他在2月19号凌晨的时候 从白宫出发 乘坐空军飞机启程 那首先是先飞到德国 短暂的停留之后 又飞到了这个波乌边境 之后又在这个地方转火车 哇真的是舟车老顿 非常的波折 看他那么老了还要这么舟车老顿 就觉得真的是为他身体健康担心 真的是经历了10个小时的路程 真的是蛮可怜的 那么他在2月20号的早上是抵达基辅 那么在这个之后 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布林克在基辅就迎接拜登 那么就随着队伍进入乌克兰总统府玛利亚公 那么拜登一行人也在这个基辅的周边的城镇多次的停留 因此引起了乌克兰民众的注意 这个车队还被民众拍下来 上传到网路上面 于是拜登他访问乌克兰之行 才在他原定计划返回波兰之前 就先行曝光了 不少的西方媒体都吓一跳 大家都不知道说原来拜登 跑到了这个乌克兰去 是看到网路上网民的这个爆料之后才知道的 是美国的媒体也是觉得这是一个会牵涉他们果然的问题 毕竟俄乌战争现在是在打仗的状态 然后你是不是秘密访问的 那么说如果俄乌战争真的是插枪走火 一个不小心可能又射导弹的话 那会不会波及到美国总统呢 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了 那尽管拜登整个出访的任务 看上去是非常的顺利的 但这次的访问 在很多人的看来还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一个的访问 特别是美国的总统是不可能访问 没有美军驻扎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的战区 那么根据国安顾问苏利文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拜登在出发之前 就白宫有先向俄罗斯去通报了 那这次那个美国的总统是会访问乌克兰的 但因为这个的举动也不是一个外交礼仪 而是一个出于回避冲突的一个的必要性的一个的动作 批免就是在俄罗斯 可能是在这一次的访问里面做了一些的误判 然后就导致俄乌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的战争的局势 可能会升稳的 其实我在想说特朗普他会怎么嘴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说如果是我出访的话 我绝对不会事先告诉俄罗斯的 来显示自己的这种男子气概 到底其实美国方面应不应该去先知会俄罗斯 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知会了就感觉上你是有一点点怕事 或者是有一点点示弱的感觉吗 其实很多关注美乌两方这个领导人碰面的这一些讨论 那其实我觉得都会聚焦在究竟这个访问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果 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吧 其实双方在这一次是有谈到关于这个远程的武器 以及西方可能提供给乌克兰的包括武器的种类等等的 但其实详细的内容是并没有被揭露出来 只是说我觉得他们就是还是惯得非常的官腔 就是说是成果丰硕啦 或者是说这次双方即时互动非常良好啦 这是一个有效的讨论啦等等 那感觉上这次的访问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访问 多于这个实质的访问 为什么会是一个象征性的访问的有声 我觉得说其实很多的国家都非常关注说 美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了这么久 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比较是具体的措施 当然其实谈话表达致辞 类似这样的一个的言论其实也是说了很多 但其实一周年了 你觉得说其实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有任何的变化吗 好像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大家也比较期待说 应该要采取一些比较是具体的一些的动作 来到去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到了这么久 其实都一直没有 都很多就是象征性的一些的说法 所以当然这一次的 我觉得拜登就访问乌克兰的话 他比较多偏向的还是一个存在于 说比较是言论上的一个的支持 而不是实质上的一个的支持的帮助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的观察 是 其实我会发现说 美国他似乎是把这个乌俄战争这个烫手山鱼 现在就是一直都是抛给欧盟 他觉得说这个是欧盟的问题 因为他可能美国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 比如说现在中国就是台海之间 那其实你说台海的问题是 中国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吗 是啦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 他可能更是中美之间的角力 对因为大家都非常担心 就是台湾的问题会变成中美之间引爆战争的另一个的冲突点 虽然我们看到现在白宫都是有事前通知俄罗斯 就是拜登要访问乌克兰嘛 但是以俄罗斯的立场而言 我觉得他们还是不会非常乐观 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 因为拜登这次访问乌克兰的话 也是打破了就是克里姆林宫 他们最近就不断的散播 就宣称说其实西方对乌克兰的知识已经是不断的减弱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其实整个的优势战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倾向俄罗斯的 但具体而言的话 好像不是这么而言 我觉得对普丁而言的话 在文选战上其实是已经是稍微输了一点点了 其实我们也最近也看到说 在俄乌战争即将满一周年的时候 泽连斯基也是有接受BBC的一个的访问 那他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特别是认为说 乌克兰是不应该割让任何的领土 给俄罗斯的 而且他也警告 如果乌克兰在和平的谈判上 是同意领土作为代价的话 其实只会让俄罗斯就是不断的得寸进尺 就要求更多 反而是西方国家如果是能够不断去提供 可能是军援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话 反而是能够让这一场的战争来的去结束 让和平回到去乌克兰的土地上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呢 就是中国不是曾经说过一点都不能少 现在这个是乌克兰版本的一点都不能少 其实这个乌俄战争现在已经打了 已经将近一年了 那泽伦斯基就指出说 俄罗斯新一波的春季攻势已经开始了 他们已经从各个方位朝乌克兰发动攻击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自由使事当中 也把这个称为可能的end game 就是可能在这次的大攻击 就是能够奠定说这次的战争到底是谁胜谁败 那其实大家也是希望说能够看到这个战争赶快的结束 无论如何我们也看到了普京 最近他也发表了国情咨文 强调要继续的推进他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 那其实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往下走的话 可能他在自己俄罗斯的这个声望也会下滑的 如果他现在宣告这个战事是失败的 都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如果你现在就停止的话其实对他个人的声望也不好 那么其实普京他也斥责了西方国家 并且宣布这个莫斯科他会暂停执行新的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那俄罗斯就必须要随时的准备恢复核武的试验 做好武器储备的工作 那么按照现在的局势来看的话呢 可能距离这个乌俄战争结束呢 或许还不是那么快能够看见的 是起码来到去看 好像没有看到有太多一个和平谈判的一个的空间 从现在俄欧战争局势来到去看 我觉得其实过去两国之间的战争 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多国之间的一个的角力 好像美国跟中国最近都有很多的表态 尤其是现在已经逐渐成演变成一个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一个对峙的行动 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最近观察到说 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也是准备在数个月内 就要去访问俄罗斯了 而且还要跟普京来要去会面 中国在俄欧战争的立场上 他们会不会做出一个比较坚定的表态 比如说他们真的是就倾向俄罗斯 然后这是俄罗斯说必须要拿下乌克兰的 这样的一个的动作 还是他们说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的方式 鼓励乌克兰跟俄罗斯要采取一个比较和平谈判的一个的举措呢 我想各位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可以特别去关注 接下来中国去访问俄罗斯的一个的行程 是其实如果中国真的是向俄罗斯提供 在战争当中的一些实质的帮助的话 我想这个一定是会颠覆整个世界 应该说是颠覆这个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 那当然也会颠覆整场战争的一个本质 那作为强权之间的马来西亚 我们应该如何去自处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值得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早会开会的时候 我们像也有讨论到说安华似乎有意要去中国拜访 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也是引起很多民众的关注 虽然说中国最近开放边境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跟中国有很多经贸上的一个的往来 恢复到疫情之前这样的一个的水平 但从现在一个外交局势来看 好像访问中国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点 毕竟如果说可能中国访问俄罗斯之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 安华这时候在访问中国是否就会 传递出一个错误的讯息 对没错 感觉上说马来西亚似乎是跟中俄站在一起的 那我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的时机点跟讯息了 我想很多人并不反对安华访问中国 但是什么时候去访问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认同安华去访问中国 那对于中国如果真的是军援俄罗斯的话 你是否又赞成呢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观看